Hello,大家好,我是Grace 对于穆斯林的朋友来说,摘月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那么今年的摘月是从5月6号开始差不多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对于非穆斯林的朋友来说,摘月是一个非常好的到迪拜来旅行的时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酒店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基本上都是半价 那么如果您是摘月期间来到迪拜旅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中安卫视为您奉上旅行小贴士 当然了,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迪拜是一个非常多元包容的地方 很多的餐厅他们在日常时间也是正常的营业的 而且很多餐厅都提供了隐蔽的用餐区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摘月期间 迪拜很多政府机构啊,商场啊 他们都有特别的摘月期间的营业时间 所以在出行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合适一下 谢谢大家 在摘月来迪拜旅行的游客可以获得千载难逢的文化体验 你可以向你周围的朋友使用一些摘月的特别问候语 嗨 嗨 伙伴 Ramadan Kareem Ramadan Kareem 今天晚上我亲家家来有家强受于大 怎么样 好呀好呀可以啊 衣服它呢其实就是指的开摘饭的意思 那么这也是体验地道的阿联酋文化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不要忘记随身写在一盒椰枣作为饭手里 现在我们准备要去同事还有人家吃开摘饭 现在已经闻到了一股香味 不知道它能够做好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盒椰枣作为饭手里 就不能白吃人家的嘛 好 欢迎 大约季祥 谢谢 这是送给您的 哇 谢谢 谢谢您 请进 饭做好了吗 做好了 做好了 黑吧有点黑这个灯 大约季祥 大约季祥 谢谢大约季祥 谢谢您 哈迪这些都是你自己准备的吗 对都是我自己准备的 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首先我们开着的时候 首先要吃叶枣 哦 好 希望叶枣要喝汤 这是什么汤啊 这用羊肉还有一些水果做的 水果 不是水果 蔬菜 蔬菜 做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摩洛哥的一个很有名的菜 叫大约 摩洛哥 这个砂锅从摩洛哥带过来 这是砂锅 大家看一下 摩洛哥砂锅 跟我们中国的砂锅不太一样 有一些羊肉 还有葡萄干 好香啊这个 太香了 再就是面包 还有阿拉伯的电芯 一些阿拉伯的电芯 还有水果 这个生意已经是要开展的时候 对这个生意就是我们可以开展了 哦 现在可以吃了是吗 现在可以去了 哦 那我们坐下来吧 等一下哈迪 我问一下 你那个摘进了一天 一天没有吃东西 没有喝水 现在什么样的感受 感觉自己身体很轻松 很轻松 对很轻松 饿吗 当然了 特别 我先去吧 好好好 开摘的时候 首先要吃一颗椰枣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椰枣 要这么吃 要蘸一下奶酪 好了 我们要开动了 不错 还有我们下期再见 可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adaptation 我们下期再见 被第一次进入一间 节目 您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